HELLO 大家好我是總結 今天我們要出來的群台 今天我們來到了這邊是位於山藝這邊 而且山藝他算是院裡的山藝嗎 還是他山藝本來就是一個 自己獨立的地方 我以為是院裡的山藝 這邊我們之前也有來這場尋過 出貨感也蠻不錯的 就來這場再來玩一下 前面有一個我們在市面上從沒見過的貨卡 可是他的下爪很快 比較難抓到我要的那個點 爪子進得去嗎 應該是進得去啦 很難進啊 對 就偏難進 不然這一台在市面上我們從沒見過 有啦 進得去啦 而且他會一直在那裡那個位置 對啊 除非 剛好他換了一個點 補個位啊或幹嘛的 來吧 換一個角度吧 欸 能不能換個角度然後轉直的向我 兩拍看看 不行不行兩拍 太快了 完全不行 這個商品 應該是說配了這個台性 尷尬 如果他下爪是這樣下去很慢的話 很順的話 我應該有把握打出來 但是這個台性這樣子 可能 我們先換一個東西 你看這個東西下面就還行啦 你看這個東西下面就還行啦 欸 他能把他推進去 不然如果那個我們真的沒辦法的話 我們至少 打個其他的東西出來 而且除非後面那一個方 要倒掉 才有這個可能 不然你看我們 我們 頭那一台應該目前也有一兩百了 完全沒進度 完完全全 好 他只會頂啊 盪啊 那一台完全不行 完全沒辦法 哇 你看這個天地 他抬起來那一刻 東西這麼長 然後他爪子在這裡 剛好頂著檯面丟回去 這一台我認為要打一個東西都很困難 台性的關係啦 台性跟他的檯面 東西也都太空了 對啊 然後要拉 那個一定動不了 我們很少打台 是會沒有出東西而放棄的 真的很少啦 幾乎 幾乎不太會有 但是這一台是真的喔 有了 有了 可以換了 不然真的 我們剛剛打的這個東西 也大概打在300多左右 因為你看我們打三四百 我們的正門那一個 完全沒進度 完全沒有 也沒有改變 我們也沒有進攻的空間 那我們就出一個就好 再玩其他的 來吧 我們來玩一下隔壁台 這一台我剛好試了十元 應該 五足剛剛的出貨感應該可以啦 他的下去是慢的 雖然他的上升也很慢 但是我覺得可以啦 他最後是有點放桿 哎呦 哎呦 有了 哎呦 停了那一下 太慢了 剛剛是很快 現在是很慢 對啊沒辦法 哎呦 哎呦 至少這樣的慢 我覺得還行 反而太快 是真的遊玩上真的是會 尤其是下爪 下爪太快 那個真的是 會比較難玩一點 但是慢的話我還可以接受 雖然說也不能說慢到太誇張 慢到四拍五拍 那個就真的有點太慢 像這個慢 我覺得很舒服啦 很舒服的慢 紫色也可以啊 但是我這個這個先過來 放了一下 對吧 有點小放 但是東西把它頂回去了 前面都鐵坡 對啊 先把你們這些都帶掉 等一下這個過來 滑掉 欸嘿 空了 欸 怎麼吸得到 它有一個堵 對啊 那就吸就好啦 至少我們讓我們再出一個 滑 滑掉 解體 那我們來算一下我們總共出幾個 來吧 我們這一台出了四個 補足於剛剛第一台那個出口感的不足 稍微彌補了一點 那這樣出四個可以試刮 這邊有寫 夾一 刮一 來吧 一人兩個 看能不能中個四十號 八號 三十一 沒有 哇 那這樣還有兩個 你刮吧 十七 三十八 沒有 哇 可惜 那就都共骨 那我們再去玩一下 下一台 來吧我們來玩一下門口的巨無霸 但這台巨無霸的雷寶超高 你來看這邊 保夾一二八零 雷寶八百四 只差了四百四寶 我覺得 因為我們台性也沒有四 但是台性如果 沒有到很好打的話 我們也是會打到底 下爪 慢的 爪距有開 這樣子下爪是慢的 怎麼摔起來怪怪的啊 那這樣子 雖然說那個雷寶不是我們打的 所以我們比較沒有什麼壓力 但是還是要知道怎麼出 這個看能不能拖過來 但是又 那盒也挖不到是不是 挖不到 完全挖不到 因為剛剛那兩下都是想要試著去挖它 但是 加上它的甩幅也沒有到很大 如果巨無霸要能夠吃得到這個貼玻璃這裡的 那個甩幅要超大 因為巨無霸會離了一小段 那真的是沒辦法 你抓下面那一盒 對啊 抓看看 還是抓小盒就好了 對啊 呃 不能吸 所以要捏 捏薄一點 喔 頗穩的 我試著吃這一盒看看 喔 結果正門這一盒 能不能起來 哇 它有那麼動嗎 所以我看到它的喬巴的頭是真的很大一顆啦 哇 那怪不得這一台雷寶會那麼高 不是沒原因的 正門這一隻 完全起不來 完全起不來 對啊 它已經後旁了喔 哇 那這一台真的是尷尬了 來吧 保夾 它要橫的喔 它不能走 橫的喔 對啊 那不就這個角度 就變直的喔 呃 直的喔 其實我覺得很尷尬 因為這一台畢竟它有縮洞口 等一下我們卡也很麻煩 太重了 哇塞 它捏兩爪不行耶 我都插到底了耶 讓你去 有了吧 哇 沒辦法 除非 最大邊 最大邊就要像這樣子 這是最大邊 這樣子 嗯 嗯 沒救 這真的沒救 直上直下 完全不頂不動 哇 那這個 就真的讓我們非常無奈 你看在打台的時候 最無奈的就是這樣子 來啊 這個我們就被迫於無奈了 你看這個就是 如果保夾力道不給你全開的話 那個就 怎麼說可能就是會 怕你做一個卡洞 這種東西啊 可是你保夾不補 就感受是不好耶 一定的啊 一定很不好啊 但是就 這個是真的 無奈啦 你看這一支就 還可以 脫 不要掉 剛剛這個現在這個情況是 絕對 非常之難得一件 我抓字 過來 他已經出貨了 電眼過了 現在是保夾已經過對不對 但是現在這一下 菲洛莉後面都有改版 他還會再合爪 即便過電眼他還會再合 會直接抓這一盒 所以一定要抓你百分之百 有把握抓到的東西 我覺得直接這一盒 因為我覺得這一盒 你怎麼打應該也很難抓 好 來喔 來喔 無奈 來啦 硬拼看看了啦 好 嗯 嗯 保一做一 还行 这一个 最后一捏 上来 好 保一做二 真的没想到我们现在 后面还可以再连出两盒 这样等于保一做二 但是这一台上面有一个 夹饰送 然后呢 这个就听天由命吧 如果我们真的有东西带 过来的话 那一盒也许可以跟他拼 但是这一盒真的是让人家很头痛 来 对啊这盒过来应该我觉得 有那个机会 而且你刚刚那个捏很薄 对啊 这个盒放有点凹 对啊 那不管了我们就是 试试看了 也许让我们又捏一个脚 起来脱钩 不无可能 哇塞 越来越贴了 哇塞 右是右边 这个我动一下 搞不好可以倒吗 对啊 既然起不来 那能不能倒一下 这个帮我辅助一下 那应该要打 打逆的 打反拍 这样子 反拍还可以 这样咧 还行 可是要捏他的脚 对啊 这盒要捏到脚难度很高啦 因为他 还有点宽 太大盒了 给他包下去 哇 前面卡住 对 再包 夹式 真的没有想到我这一台 我们竟然可以打成夹式 其实那个门绳一走了之后 说实在 这台台性打起来好像难度不会很高 然后这边 有一个东西做一个辅助 倾斜这样子 都是那一个 我觉得相信那一个雷宝那么高 应该都是那一个造成的 每个怪就 可能50 80 100 50 80 100 打着打着 雷宝就会这么高 然后 刚刚好像是我用 打反拍 硬吃吃他后面 把他抬起来抬过去 但是这一个 应该就不用再多试了吧 不用了 那个你能出 后面再出伤盒 是庆幸的 对啊 只是可惜啦 我们没有做到那个 有没有卡洞的机会 我们 一点机会都没有 OK啦 我们夹了4 然后跟蜜台主拿那个夹式送 再去玩一下 下一台 来吧 我们来夹娃娃台 诶 慢的 不错 这个 这个慢的不错 而且还没开爪距 应该可以用捏的 而且加上那个小米尼 把我们做了一个 小小 对啊 平台 应该是可以 来我再拉 两只 他一出完 Hello Kitty 应该是不难 他那个圣战帽 应该 绑另外一面 对啊 哎哒 咦 它是背包啊 不知道 它有一个带子 不知道是不是背包 中 对 对是背包 可是它好像不能装什么东西啊 中式用 然后这个我也抓一下 它好像也丢的蛮稳的 嗯 很稳 有甩幅有爪力 出应该就不是问题 打你的屁股 打二 它走太大了 对啊 但是头过声就过 只小心心不为了 中 小猩猩不畏 這個角度 好 還行還行還行 要先出前面那一隻 對啊 先把它出掉 Hello Kitty應該就躺下來了 一起出 捏你的腳撐 捏 Hello Kitty 助攻了一下 他手勢太大了 對啊 勾 好 這個好這個好 身體傾斜了 這樣我就可以捏到他的身體 這都是捏屁股出貨 對喔 剛剛那兩隻也是 對啊 全捏屁股 再捏 這是屁股耶 剛剛第一隻也是這個角度 我這邊小捏一下 要捏到啊 這顆籃球 硬要捏 這顆籃球不錯 彈我 欸 夾肚子還比較好夾 肚子 兔子喔 但是那隻 那隻 那隻 迷尼是不是沒啥用了 對啊 他這樣子有點阻礙了 捏 捏 啊哈 小籃球 這隻兔子喔 中一個捏一下 旁邊那個白色是什麼 一隻猩猩啊 可是那隻猩猩有好處呢 剛剛我們那個 Hello Kitty人過來 他住了一個大公 你看 他打了一下 他一個屁股 沒有那隻猩猩 我那隻 那個叫什麼 Hello Kitty應該也不能出那麼順 好 他好像這門比較好處欸 對啊 出一隻 捏三隻 出一隻 來 我才好像可以捏到兩隻的腳 咪咪跟兔子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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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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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長出一隻啊 對啊 你覺得它45度不好鬆 對啊 不會啊 不會叫我捏那麼準 一定要捏那隻腳吧 我覺得卡拉荷拉會先出 才真的就勾到 超準啊 這個準到連我自己都傻了 我覺得他夾身體會噴回去啊 哇賽剛剛那個勾吊牌 那個誇張 捏腳 腳捏不到 直接一頓甩下去呢 吃到了哇賽這一隻 算了這隻必要了 好啦既然這一隻跟我們無緣就算了 好我們最後就出這一波吧 然後去把東西稍微集中一下 好我們這隻夾完了 這次我們弄夾 這樣子吧 地上還有一小袋 裡面就是有幾個小雜物 然後娃娃整個把它塞爆了 結果一開始呢真的很尷尬 原本我們的目的目標 是想要把這一台夾出來 它寫台灣在地小吃叫賣車 如果你今天是做一些小吃的 擺在那邊裝飾也很好看 完全沒丁沒當 我們那時候已經印出了一個東西 但是那時候已經打了三四百 結果那個在那邊完全就是動不了 然後打了第二台那一台 我覺得那一台台性就還不錯 它的甩幅算蠻大的 想要下轉就很慢 如果那一台的下轉很慢 來這一台的話 我那一台應該就可以打得出來 然後我們那一台就夾個四 然後刮個四格也沒中 運氣差了點 但是我們去到外面 竟然發現了一台高雷寶的巨無霸公仔台 透過它的保夾1280雷寶840只差440 我們一開始就想說做個球 真的稍稍出就算了 做球 然後去保那隻魯夫 結果那隻魯夫 完全不動 動不了 抬起來脫掉 抬起來脫掉 它完全沒辦法往前帶 還好後面沒想到 我們就只能保其他的 把它保出來之後 沒想到 竟然我們還能打三盒出來 那一台呢 上面有一個夾四送 然後那個夾四送也很厲害 它寫夾四送 但是卡洞不算 還好我們沒卡洞 我們三盒都是自己打出來的 不然我們也不能去密台主拿那一盒 就是這一盒 這一盒在市面上完全沒見過 而且它外面 你看它的外觀 你會完全不知道它是什麼 只有寫一個狐躍 還是說這一隻價值非常不錯呢 也不知道 但是應該是公仔 最後來開箱一下這個吧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好奇 跟大家一起看裡面到底是裝什麼東西 我們就直接開箱吧 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裡面到底是什麼 我先看一下 萬一不能漏的話我尷尬 可以可以還可以還可以 它是一個白色網狀襪 超級性感公仔 而且它超大隻 超級大隻你看 然後它的細節 還是這隻是正版的 它的臉做得很好看 整體上做得還不錯 它整個外觀啊 細節上 雖然說可能膚色的那些輪廓 或者是什麼 沒有做到很深邃 但是它整體我覺得算很好看 還是說大家有人懂這一隻是 什麼樣的價值 或者是什麼樣的公仔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一下 這樣我去看一下就知道 欸這隻是什麼 好我們就簡單帶大家開箱一下 那我們今天總共就夾這樣子吧 這個抽獎要抽什麼呢 我們就抽巨骨霸公仔吧 保夾的 因為我覺得這隻非常的不錯 這隻我蠻想要自己溜著收藏 因為它 它也沒有說露點 但是它就整個就是很性感 然後輪廓做的也不錯 那我們這個抽獎就抽這一盒吧 因為這一盒是今天我們 魯夫保不出來 我們就另擇他盒 就保了他 所以今天這一盒就算是 我們今天保夾的 這個抽獎呢就抽這個 保夾的女公仔抽獎 送給大家 那這一盒的抽毛包裝配尾 大家看一下 喜歡的話謝謝拜拜 記得 это看看 還有看 就好了